翔遇地方的潮州赛神像活动 去年受疫情影响 直到11月才举办 仍旧创下冠军公家 347公克的新纪录 然而今年预计5月底举办 加上疫情升温 潮州镇公所抢先特制下下口罩 以赛神像活动为主题设计 由镇长周平全亲自分送给镇内学童 希望宣导活动及防疫的同时 也庆祝儿童佳节 对儿童节的庆祝活动 潮州镇地幼儿园也精心为孩子 准备了一场魔术与小丑的表演 期盼为孩子留下深刻的记忆 但另外在搭上呢 搭配潮州镇公所在5月28日的潮州赛神虾 今天小朋友也特别戴上 潮州镇公所发下来的赛神虾的口罩 然后让孩子呢 也开始期待潮州下一场活动 潮州镇地幼儿园特别举办魔术秀 为孩子留下深刻回忆 也有吃味游戏及互动 另外这一两只成虾及一只幼虾 所组成的虾虾家庭口罩 以Q蒙拟人的方式绘制 目前镇内国小幼稚园 总共发放也一万份 我们在幼儿园 除了庆祝我们小朋友的儿童节以外 也来宣导我们整个在5月份 潮州举办第四届的赛神虾活动 我们整个除了在防疫的面向里面 我们今年在赛神虾我们有潮州的赛神虾文创口罩 也发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还有我们各个潮州镇的各个私立的幼儿园 包括我们公寓幼儿园的小朋友 许多学童眼见口罩上镜印着红色瞎瞎都觉得超可爱 除了透过文创口罩陪伴孩子度过愉快佳节 也能同步宣导防疫 以及地方产业行销大事赛神虾活动 达到多影目标 记者不一定张志豪采访报道